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265张啤酒炸鸡 走 那里就有 叶浩轩向路边一个小店一指 这家小店的店主是顺应大事 在他的门口放着教授的一张大照片 而且这个小餐厅主打的就是星星里面教授和女主吃的啤酒和炸鸡 这种小餐厅的生意相当好 不过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由于流感的影响 夜间出来活动的人极少 叶浩轩和安宇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然后点了两瓶啤酒和一些炸鸡 啤酒是冰镇的 在比较炎热的夏季里喝着冰镇的啤酒那是相当的惬意 安宇竹怕油腻的东西会让他长胖 所以用卫生纸把炸鸡上的油细心的沾下去 这才心满意足地送到嘴里 哪有你这样吃饭的 叶浩轩苦笑道 我怕长胖 这东西这么油 长胖了怎么办 我的粉丝一定会很伤心的 安宇竹一本正经地说 放心吃吧 我是医生 我有办法让你不长胖的 而且你手里的卫生纸 未必会干净 叶浩轩灌了一口啤酒道 真的 那我就放开手脚吃了啊 到时候长胖了 你可要负责任的 安宇竹有些不敢相信地说 放手去吃吧 不够我们再点 叶浩轩笑道 听叶浩轩拍这胸脯保证 安宇竹这才放下心来 他丢开手里的纸巾 然后拿着鸡块啃了起来 那幅形象真的让叶浩轩有些大跌眼镜 我吃东西是不是看起来很不雅 安宇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 很优雅 叶浩轩笑了笑 你在骂我 安宇竹有些不高兴了 我这是在夸你 怎么又成骂你了 叶浩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我现在吃东西的样子 明明一点都不雅 你还说我优雅 虚伪 安宇竹扁扁嘴 手里的炸鸡 却是一点也没有放下 叶浩轩苦笑 这女人也太会鸡蛋里挑骨头了 难道非要让她实话实说才行 她放下手中的啤酒道 你现在的样子才是真正的你 这种自然美 显得很优雅 安宇竹愣了愣 她继续啃着手里的炸鸡道 我没有想到 你们医生竟然也会这样 医生怎么了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问道 装逼 能说 安宇竹用四个字形容叶浩轩 本来这是形容一些吊丝难生的 但是叶浩轩不比吊丝 他有钱 所以 他把没钱这两个字给省略掉了 叶浩轩忍不住笑了 他可没有装逼 就在两人吃得正起劲时 一溜身穿黑色背心 身上纹着纹身的小混混气势汹汹的走了过来 他们沿途把小店的桌子一路掀翻 静止走到了叶浩轩和安宇竹的跟前 把两个人团团围了起来 怎么回事 安宇竹吃了一惊 刚才我们在酒店里得罪了人 他们现在要是不来找我们点麻烦 反倒显得有些不正常了 叶浩轩笑了笑 安宇竹恍然大悟 他把手里的炸鸡放下 把手用纸巾擦拭干净 让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了 叶浩轩无奈的摇摇头 早知道他就该把麻烦一次性解决掉 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了 这群小混混的数量并不算小 足足有上百号人 随着人群的分开 一个人一拐一瘸的从一边走了过来 这个人正是强哥 他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墨镜 刚才叶浩轩两拳把他打成了熊猫眼 在自己小弟的跟前 他感觉失面子 所以找了一副墨镜把自己的眼给遮了起来 有种 在酒店里面打了我 现在还敢在这里吃炸鸡喝啤酒 你们两个果然很有种 强哥咬牙切齿地看这两个人 你谁啊 叶浩轩皱这眉头问 你妈你这也算是混黑社会的 那扶墨镜也太夸张了点吧 把自己的半边脸都遮住了 你现在是没脸见人了还是怎么了 装 继续装 强哥冷笑道 话说我干嘛要装 叶浩轩站起来道 强哥 是你不 废话 不是强哥是谁 你特妈的 一个小混混抖着身上的纹身 想给叶浩轩一个下马威 闭嘴 叶浩轩一拳挥出 这家伙后跌出去 砸到了自己这方好几个人 然后晕倒在地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众混混都吓了一跳 不自由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你马一拳能把一个人砸飞数米远 这货的战斗力很强悍啊 说吧 你想干什么 我的时间很紧 没时间跟你在这里墨迹 叶浩轩看了看时间 天已经很晚了 他想快点解决麻烦送安宇竹回去 不干什么 你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我总得找回点场子吧 如果就这样算了 我强哥以后还怎么在港地混 你让我以后还怎么泡妹妹 强哥扯下自己的墨镜 指着自己轻肿的熊猫眼 扑 安宇竹忍不住笑了 一只眼被叶浩轩砸了一拳 强哥现在的形象可想而知 那模样跟国宝有的一拼了 不仅是安宇竹 就连强哥的那群小弟也强行忍住笑意 一服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 你想怎么找回场子 叶浩轩反问道 断你一条腿或者一条手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强哥喝道 是吗 想断一条腿和一条手 这很简单 我成全你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突然快速地向前一伸手 一把抓住强哥 顺势把他扯了过来 当做人质 干什么 放开强哥 马上放人 不然把你砍成肉酱 操 这小子吃了雄心抱子胆了吧 那群混混吃了一惊 纷纷大叫了起来 他们倒也不是怕强哥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们也只是在这里表表忠心罢了 你最好放开我 不然的话在港地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强哥强自镇定 做出一副有耻无孔的样子 毕竟是当着自己一众小弟的面 如果他显得怯场了 以后他的小弟肯定会看不起他的 咔嚓 叶浩轩没有回答 回应强哥的是一身骨头断裂的声音 强哥愣了愣 然后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从他的右臂上传了过来 一声高分贝的惨叫声 从他的嘴里传了出来 他的手臂断了 当然是叶浩轩下的手 不过叶浩轩不是卸下来的 而是硬生生的 从正中间把他的手臂弄断的 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断了手了 现在该断脚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然后猛的一脚踹出 正中强哥的小腿肚上 又是咔嚓一声响 强哥的右腿 马上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弯曲 他的惨叫马上变了声音 比上一次更激烈 比上一次更凄惨 你 你死定了 你休想活着离开港地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我们红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强哥趴倒在地上冷汗淋淋 原来你是红星的 叶浩轩颇感兴趣的说 你跟红星是什么关系 不过不重要了 我对你的身份不感兴趣 我奉劝你一句 做人要脚踏实地的 你做流氓就正正经经的做流氓 你干嘛要去娱乐圈里祸害人 就算是流氓 你也应该有点职业操守吧 还红星 知道振兴怎么玩的吗 你 到底是什么人 强哥隐约的感觉到不对头 叶浩轩的身手这么厉害 绝对不是一般人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知道振兴的事情的 我是一个医生 再教你一条 以后踩人的话 要认清楚对方的身份 你连我的身份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 你现在还想踩我 我姓叶 记住了没有 叶浩轩道 你姓叶 你是医生 强哥愣住了 哦 他们是这样叫我的 我有一个绰号 就叫做医生 叶浩轩笑了笑 强哥的嘴巴再也合不上了 他意识到 今天闯了个大祸 他现在后悔得愈先愈死 他招惹谁不好 偏偏要招惹道医生 他是老兽性吃披霜 嫌命长了吧 他是红星的人 但是红星的老板在三对自己手下的人交代 遇见叶浩轩有多远躲多远 这个人他们红星招惹不起 想想也是 堂堂港地 三大势力之一的振兴 竟然被叶浩轩单枪匹马的给挑了 这家伙 还算是人吗 一个人能让一个集团灰飞烟灭 这已经超出常人的范畴了 他可不认为他们红星比振兴的势力会更大一点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您 强哥傻眼了 他连忙低头道歉 你认识我 叶浩轩愣了愣 他不记得自己跟红星的人有什么交集啊 这家伙怎么认识自己 那是 那是 医生的大名谁不知道 强哥趴在地上 拖着一条 被人打断的腿惶恐的说 我有眼无珠 没有认出来您 还请您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他的那边小弟傻眼了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老大强哥 在港地娱乐圈里 叱咤风云的强哥 被人打断了一只手和一条腿 最后却还要向别人道歉 这还是他们的老大吗 这外世界到底怎么了 带着你的人滚 另外你做流氓 就正正经经的做你的流氓 如果你敢再出现在娱乐圈里祸害人 我保证把你第三条腿打断 叶浩轩淡淡地说 叶浩轩淡淡地说 我准备你 好